- 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 多空变化 大到之前 财富产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频道 好 今天的行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熊市结束了吗 能够梭哈了吗 能够买入了吗 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这点上涨非常强烈 上涨 以太坊从最低价 从低点吧 1100多涨到1600 比特币也涨了大概5000点 那这么大的一个短期涨幅 目前的位置已经改变了状态了吗 熊市结束了吗 好 很重要 一定要看完 本期视频很重要 那如果你是第一张视频 请点击我们影片下方的加募社区 一些比较关键的分析补充 还有服务都在里面非常重要 Discord Telegram都是免费的 点击个加入 那社区内部的话 多种服务很完善 包括我们的分析报单最基本的 还有自动单 多套策略一起使用 风险分散 还有我们这个 指标 指标是两套指标 指标的话 就是你用我们的链接码注册之后 会得到两个指标 一个是这个电脑块指标 标是排名的支撑阻力 另外一个是这个多种指标 让你的交易有些参考 好 这样的情况 那以上的服务的话都是免费的 基本上呢 这边用我们的链接码注册 这个入金完成 社区可以申请 申请区留言即可加入 好 好 对上服务有余用的话呢 可以指标我 OK 师兄的方式 指标 OK 看一下 好 那么快速再给我到旁边看一下 目前的位置怎么分析 好 今天呢 我自己看的都是热血沸腾啊 这个行情 我们从周线开始看吧 今天是周 周日嘛 周日早上八点 好 那目前的位置啊 怎么去分析 我们先把这些线啊 都都给他删除 都删除 都给他删除掉 好 目前的位置 我们把图缩下来看 当前的位置 熊市是否结束 OK 这是一番壮话题吗 好 这周的周线呢 我们看 这是现货浮标啊 这个Coinbase现货 那看一下 这一根 拉盘的成交量是相当相当大的 OK 我们参考 过去的行情 其实这一根 周线的成交量 已经是 几乎是我们之前啊 破新高的成交量 触底成交量 所以这绝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很强大一个买盘量能 同时看在形态啊 周线来说 FTX爆雷暴跌 一根阴线 直接打穿一万七千五百 暴跌过后呢 下跌大概有二十六点 后续盘整了大概有 看多久啊 盘整时间大概至少也是有个六十多天了 两个月的盘整 跌之后呢 后续下方出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根 八根十六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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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拽幅震荡 后续跟大洋拉起来 所以基本上这整个结构啊 它是周线级别的 一个底部信号 周线的看长信号 完全否决前方的加力啊 所以这个这个形态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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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 非常关键的 我会把这一根K线视为这个强势强势出现 SOS 好 那这样出现的时候呢 基本上短期已经没有任何做空理由啊 不存在的做空理由 那目前为止还能够说哈 现货买入现货 我认为是指得了 买入现货他只觉得是指得了 我们看一下从周线看完之后 周线级别看一下 先把周线讲好吧 周线级别呢 这一根阳线 它已经把原本的这个下跌完全脱抹掉了 这是一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量能也有 那我们如果看日线的话 日线是连续的阳线 而且 一根比根大 OK 连续阳线 量增价涨 1234567 连涨7天 那量能也是逐渐放大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SOS SOS啊 强势出现OK 我们打打直打出来 它就是强势出现 所谓的SOS SOS 那这么大的 这么重要的一个信号出现 基本上 短期啊 我是不考虑任何做空行为 OK 这个地方 底部区间很可能就是25000到15500 这个区间很可能就是一个底部 如果我们在这个区间内部 只要是在区间中下部分买入 都是值得的 那我们先回到周线 周线级别 如果说出现的信号之后呢 你买入 在20000附近买入 我论址都是值得的 那止损参考呢 可以参考17100 这个点 这一根 第一点被跌破 代表说这根阳线失败嘛 对 所以呢 止损放在10000000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 所以如果说你要买入现货的话 止损参考17100 就可以了 不论你在哪个位置买入 你要2万买入 可能回家到19500你买入 不管哪位置你买入 那基本上17102这个位置 可以作为这个现货的止损 OK 好 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目前的位置的话 未来的行情上涨空间 可以做估计啊 我们先参考上一轮这个熊市 上一轮熊市这个下跌的距离 好 我们参考一下 上一轮熊市下跌 后续触底 这个过程他反弹的 目标 反弹的位置 是在0.618 到 价格是在13466 这个点 OK 回到618 那我们看一下本轮 本轮熊市 本轮熊市 评估一下 一样从中央价拉下来 618是在481线 但我们做价格评估 并不会这么接近 所以 通常会至少评估到382的位置 也就是366的位置 所以认为3600 左右 会是一个相当合理的一个目标价的评估 这样的情况 所以目前的位置其实距离3600 还有相当相当大距离 如果说假设你买了2万 那 空间还是有80多%的上涨的空间的 所以绝对是值得买入现货的 那如果说你买入现货的话 带一个止损 比如说我们 假设啊 你在 后处有一个巧克力条 你到2万附近做买入 2万附近买入 你把你的止损设置在周线的这个低点 那买入价价2万 2万左右 那只赢呢 你看到这个位置 或者说你不要那么激进 你看到 上方头部结构 上方这个熊市大顶 这个景线 大概价格是在这个2万 2万8 3万一线 这个空间也绝对值得介入了 隐亏比高达 1比3.5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呢 目前的位置 我认为呢 现货买入绝对是值得的 而且是 我认为也是有必要参与的 OK 盘面目前的信号已经给出来 既然方向已经给出 那思路就要迅速改变 我们前一天有讲过啊 就是说我们 有讲过说 在下方这个位置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出现 比如说这个地方 下方是一个箱体嘛 对不对 这边是一个箱体 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出现一些 顶部的结构 比如这个位置 出现顶部结构 下列的话 那这会是考的开空机会 对不对 开空机会 但价格并没有这样走 而是呢 走了一个 看个短期别啊 它是一个通道上涨 上涨通道 这边这边的中继啊 其实都走得非常非常强啊 这些过程 其实都是这个 上涨斜率是逐渐的放大 你看这帮 从原本这个 小幅的上涨 突破之后呢 转为通道上行 通道上涨之后呢 突破之后 回踩拉伸 后面再再走个通道 后续直接爆拉 拉了21,000啊 21,500左右 所以这个上涨绝对 绝非等闲之辈啊 这个非常强大上涨 而且 这个信号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 足以认为 足以断定目前的位置 OK 是非常值得买游现货的 熊市 其实严格来说 并没有结束 就熊市的大幅震荡 是并没有结束的 但是 低一点 15,500 是可以确定的 还有我们的上 未来的这个上涨幅度呢 也是可以预期的 也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目前的位置 现货来说 你要当钱价直接买入 还是你要等他 比如说这边 哎 往上挖一下 然后回去下跌回调 找些位置你去买入 其实都是可以的 重点就是关注 我希望是重点可以放在 不要踏空 为了行情 这个现货的涨幅是非常大的 这比特币啊 日线级别来说 几个关键的这个波段高点 我们标起来 关键的波段高点 像这这些都是啊 看这个位置吗 这里吗 可能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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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里 对不对 这里 这里 目前有123456 有6个这个波段高点 那目前呢 价格已经去 基本上 可以说他会突破啊 只要那个形式 他就突破这个 27,500 就可以去断定这个熊市已经 或者说 怎么讲 不能说从结束 就是说 底部 已经形成 目前的位置 刚刚讲过了嘛 这个这个结构 周线级别的看档信号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非常关键 如果说你没有买入现货 那你也不用招 也不用怕 因为当前价格 其实也是非常值得买入的 非常值得买入的 所以 在2万附近 或2万以下的位置 做买入 我认为就是非常值得的价格了 也并不需要 一定要等在某个位置 在一定要买入 毕竟行情 能否出现 你想要的价格 是行情决定 行情出现信号 那你的观点 就要立刻改变 而不是 一味的琢磨在 原本自己的预期之内 OK 好 那以上是比特别的行情 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也是一样的 以太坊的情况 我们一样从日线看来看 日线级别的这个上涨 先把一些比较 比较重要的一些级别 都先讲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触摸到八百八 后续价格 这边有出现一次吗 整理区间 整理区间之后 出现这样的一个盘整 盘整或者整理 那后续呢 拉涨幅度呢 我们看一下突破之后 价格突破高点之后 拉升幅度高达有59个百分点 大概60点左右 60%的上涨 我发大上涨 那这个地方一样 而且盘整时间是更久的 整理时间我们看一下 是有大概 63 3天左右 是这边的两倍啊 这边盘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月 那当时行情呢 在突破箱底之后 出现了大概有60个百分点的一个上涨空间 我们今天就讲 空间 OK 那这里突破 如果我们一样抓一个60%的上涨空间 抓个等距啊 拉过来 价格 基本上是我认为是会突破箱高的 就2000这一线是会突破的 已经非常明确了 当然在高位这地方很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结果 比如说这边高位 走一走走一个4.5的顶部 然后下跌 回踩然后继续涨 至少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区间 构成完整区间并且上破 看这方 多次都有完整的区间吗 区间之后进行上破 方向已经选择了 既然方向选择 我们就要去追踪盘面嘛 是吧 ok 前方这边是拉伸的这样幅度 这边的话 如果我们抓一个等距啊 抓一个等幅的这个上涨比例 这边上涨是有大概130个 130%的上涨 如果抓完全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话 130% 大概2400 能不能到的话 我们再说 ok 那至少说至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 已经突破区间 大幅突破 是没有理由去再做空了 而且这边上涨上涨幅度啊 是相当相当快速的 以后也是有量能配合的 ok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目前的位置就是 也不是说无脑看多 但是就说 当鞋价格你是没有理由去看空的 好 所以这目前的情况 既然方向已经选择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尊重盘面 是吧 ok 同时这一条曲线也是突破了 所以 通常曲线突破之后呢 在高位会减回踩 比如高位构成一个结构 回踩 回踩之后 不要想着 空到什么 1000以下 哪一位置 这是一个突破 有效突破之后 找一些回踩的位置 继续做这个上涨空间 ok 所以目前的情况的话 就是以做多为主 做多为主了 好 好 基本上就这样的情况 那以太坊的价格 目标价格的话 基本上 抓等幅 如果你抓 这个涨的幅是130% 如果抓完全等距的等幅上涨的话 价格 目前目标价大概是在2250左右 那如果你是抓 130%的等幅上涨 抓这个比例的话 会到2450 2480左右的位置 那不管哪一种 都是值得去期待 值得去预期的 ok 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这个回撤 从最后一回撤下来 以太坊的反弹至少 至少至少认为这个到达382的位置 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价格在这个2393的位置 2393的位置 熊市的这个反弹到2393位置 是值得期待的 ok好 那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好 那很多朋友说 哎 这一波上涨都踏空了 我是不是就已经错过熊市的这个抄底机会了 其实并不是啊 在通常 我们在看 上一轮行情 上一轮熊市的行情 底部通常都是打两次的 所以 如果说你害怕没有买到最低价格 也没关系 这边涨一次嘛 后续又再一次探了底 然后后续才走出牛市嘛 才引出一波牛市 那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里也是一样的 假设这里真的是底部嘛 拉涨 涨上去 涨到2300 2456 后续又回踩 可能构成一个大级别双底 或是构成一个什么大级别的 头肩底 就看后续情况 那至少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 当成的位置 突破区域线 突破区间 完全上不区间 那当然当前的位置你去买的信货可能比较追高了 但是 基本上我是有追买一些信货 但是并没有说全仓买入 后续呢可能会形成一些回踩机会 在大级别的回踩机会 比如高位构成一个 顶部 然后呢下跌 下跌之后呢回踩 构成更大级别连续 都是很好 都值得预期的 好 那以上像观点 这影片讲得非常重要 我们之后会早些直播啊 这个影片就讲这边 很详细 那更细部交易计划 我们设计做公布 还有我们的更单系统 更多的服务 都会提供 好好 好 那以上内容 如果觉得将近有内容有帮助的话 帮我点赞 按赞订阅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